就怕越晚風雨會越大 屏東恆春半島六鄉鎮 在今天下午就已經停班停課 家長中午是冒著雨 趕到學校去接小孩 而遇到好雨 或是大潮容易淹水的東港 正公所準備了五百包的沙包 來提供低洼地區的民眾取用 另外東流線的交通船 末班船的時間也出現了異動 萬丹 九如等地的農運名 上午呢 則是趁還沒有雨的時候 趕緊搶收房台 家長冒著風雨趕到學校接孩子下課 山陀兒颱風來勢洶洶 暴風圈在三十號中午左右 已經接觸屏東恆春半島陸地 帶來強勁風勢 縣府緊急宣布下午六鄉鎮停班停課 抽水站沙包不到三小時 已被拿走一半 公所人員還開貨車來載 要送去低洼地區的公家機關 東港部分地區每遇颱風 豪雨或大潮做淹水 除了沙包 政公所也在東隆宮周邊 等液淹地區布設移動式抽水機 陸地房大雨淹水 海上航班則因風浪 異動 東流線公營交通船三十號下午 一點起全面停止 部分民營業者的末班船 時間也異動 十月一號 二號則全面停止 趁海有船班 業者趕緊將物資運往小琉球 民眾也搭船返回 原本就預計今天早上回來 只是我們又提前趕 找一班的船搭回來 船隻需要做那個靠國的準備 所以我們會將末班船就是停死 那今天航班其他的航運都是正常的 預估山陀兒可能引發強風及致災性雨量 趁著上午還沒下雨 酒爐棗農 趕緊為果園附上沙網 避免強風打落果實 割稻機在田裡來回割稻 不只早農 萬丹農民也出動割稻機搶收到作 颱風將近從縣府到民眾嚴陣以待 只盼災情越少越好 記得從歡迎時間去屏東報道